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今天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总此番远道而来 是专门为了寻话问柳 第一次来光点茶社 饶是李总这样自诩见多识广的大老板 也不由嘖嘖称奇 敞亮的大厅里 竟然排了一百多号人 这光点茶社 不愧是重庆最有名的地下色情场所 果然名副其实 从晚上十点等到了十一点多 好不容易轮到李总 哪知道竟被前面的人插了队 李总的酒气加怒气 一下就爆发出来 你们这算什么意思啊 看不起我啊 李总揪住领班的衣领 一副轻易不肯罢休的模样 先生 您别生气 我们马上给您安排 您看成吗 领班干笑着 试图安抚李总 我要最漂亮的 李总环顾了一周 盯上了不远处一个穿旗袍的姑娘 姿容出众 身材玲珑 是李总喜欢的款 救她了 李总仗着酒意 三两步走到那姑娘身边 一把抱住了她 有 这姑娘瞧着瘦 身上却有肉 抱着正舒服 李总满意了 可领班见到这一步 却吓得脸色发白 连忙去扯开李总 那个被抱住的姑娘 却比领班淡定多了 她对着李总娇俏一笑 眼波流转间 很快就抚平了李总的怨念和怒气 让您不高兴 是我们的错 可我真不接活 女人的声音焦焦脆脆的 带着穿鱼口音 三姐 您没事吧 领班将李总拉开后 对着那个旗袍女子 恭敬又后怕地叫了一声 听到这个称呼 李总心里一阵惊讶 在来之前 李总就听人说过 这家名为茶楼 史为妓院的背后老板 是一位外号叫三姐的女人 她想当然地觉得 能够做下这么大的产业 这老板必然是个 有手段有魄力的女子 年龄自然不会小了 可哪想得到 原来这幕后老板 竟然是一位姿色出众的年轻美女 三姐本名李祥玉 听着就是个美人名 她轻轻松松几句话 就弄清楚了情况 随即一笑 吩咐领班 给李总安排了最新的头牌 这位新的头牌姑娘姓蔡 各高盘量 听说以前还是舞蹈学院的 身上有绝活 小蔡不愧是光点的头牌 很快就转移了李总的注意力 一个钟下来 小蔡把李总伺候的妥妥贴贴 心满意足 李总自此变成了光点的常客 只要来重庆出差 必然要来光点放松 而且每次都会点小菜 自古以来 这男人最爱的就是旧风尘 一来二去的 李总对小蔡也算有了点感情 在一次事后 李总脱口而出 你要不要换个行当 听到李总的话 小蔡愣了下 我也想 可是 话说到一半 小蔡变像是咬了舌头似的 一下劲了声 连着摇头 我这样也挺好的 小蔡微笑着 急匆匆地穿了衣服跑了出去 李总知道 他是急着去接下一个客人 光点里的姑娘 都特别敬业 从不会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就风尘失败 李总失望而归 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毕竟小蔡对他而言 只是一个有点好感的小姐 他的客人 又不只有他一个 时隔半年之后 李总又来重庆出差 跟几个生意伙伴吃完了饭后 李总熟门熟路地来到光点 习惯性地点了小蔡的钟 可是却被告知 小蔡有事 没法接待他 这让远道而来的李总有点不爽 加上喝了点酒 声音不免大了一些 恰好 李祥玉就在边上 笑着上前打招呼 看在李祥玉的面子上 李总维持了几分绅士风度 同意了换人 这个叫小江的姑娘 长相和身材上略输给小蔡 但是一身皮肉格外的水嫩 嘴巴也够甜 一口一个好哥哥 把李总叫得心花怒放 很快就把小蔡和那点不爽 忘了个干净 45分钟后 小江伺候完李总 也如当初的小蔡那般 急匆匆地离开 李总心满意足地穿好衣服 准备离开 走到楼下才发现自己落了东西 只能去而复返 延延夏日 正是用电高峰期 李总走在楼梯上 突然灯已暗 原来是停电了 李总借着窗户里透来的月光 继续往上走着 李总喝得有点多 脑袋昏昏沉沉 压根没发现自己多走了一层 李总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一次见到小蔡 李总走了十几步 发现了不对劲 就算停电了 也不该这么安静啊 整个楼道阴森又寂静 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 仿佛一张大嘴 随时准备吞噬他 李总心头一跳 他想起来 光点查射的楼上一层 很少有人去 那是茶楼的储藏区 自己莫不是走错了吧 李总正准备转身掉头 谁知这时候突然来电 走廊里的电灯刷的一下亮起 李总双眼被刺了下 不由自主地迷了下眼 眼神随意地 瞄到了一间小房间的门缝 就这一眼 李总整个人惊恐地 差点叫出声来 原来 小房间里吊着一个 全身赤裸的女人 她的身上满是 轻轻子子的伤痕 脑袋以非正常的角度扭曲着 头发散落在一边 露出了半张清白的脸 虽然这张脸有些变形 可是李总还是认了出来 这正是半年多没见的小蔡 这一刻 李总的酒彻底醒了 她没敢上前 不用试探 李总就知道 小蔡已经死了 活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脸色的 李总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明明是剩下的夜 她却全身发寒 瑟瑟发抖 小蔡怎么会死了呢 是谁打死她的 不论真凶是谁 总之 小蔡的死 肯定和光点茶社离不开关系 李总逃回酒店 抱着马桶吐了个干净后 下了一个决心 她得报警 无论如何 小蔡也是和她 有过几次温存的女人 让她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她实在是做不到 不过 李总是商人 懂得什么叫明哲保身 她收拾了行李 给自己买好了离开的飞机票 然后找了个没人的电话亭 偷偷匿名 拨打了110 光点茶馆 打死人了 一个女的 火生生被打死了 李总压低了声音 对着接线员强调了好几遍 就是那个不干净的光点茶社 老板叫三姐的那个 可是当警方按照李总所说的地址找去时 哪里还有小蔡的尸体 警方再三跟李总确认地址 李总恍惚之间也忍不住怀疑自己 那具不满伤痕的清白尸体 是不是她喝多了之后的幻觉 没有尸体 自然就没有后续 李总没再敢去重庆 她特地派了个女副总 接管了重庆的生意 偶尔的时候 李总也会通过电话 装作不经意地 跟重庆当地的合作坊聊起光点茶社 李总从电话里得知 那个叫三姐的女人 不仅没有任何事 反而又开了新的分店 生意红红火火 日进抖金 而那个叫小蔡的姑娘 以及不知道多少像她那样的姑娘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 消失在那座痴人的茶楼里 尸骨无存 消声匿迹 神秘的少女集中营 不会有人相信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还存在这样一个暴力而残忍的少女集中营 而独裁者 就是眼前这个性感娇媚的年轻女人 早上八点钟 还不到光点茶社开门营业的时间 刚刚结束了一夜工作的姑娘们 都被叫了起来 李祥玉已经在大厅里等着了 几百人聚集到了大厅里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众人面面相去 最近茶楼发生了什么吗 竟然要三姐亲自出马 站在前面的李祥玉 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群姑娘 她们于她 是摇钱树 是工具人 而现在 这里面可能出现了背叛她的人 这是李祥玉不能容忍的事 前几日 昔日的头牌姑娘小菜死了 对于光点茶社来说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有人竟然因此报了警 要不是李祥玉警觉 只怕这次光点麻烦就大了 原来 警方之所以没有找到小菜的尸体 是因为李祥玉早已找门路 把小菜送去了火葬场 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死无对证 还有谁能找他麻烦 虽然是虚惊一场 然而李祥玉依旧很愤怒 竟然有人敢报警 李祥玉并不知道 外地的李总亲眼看到了小菜的尸体 所以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光点里面出了内鬼 为了以防万一 李祥玉决定彻查到底 李祥玉手中握着一根桌球杆 是女孩们最恐惧的东西之一 可是跟李祥玉比起来 台球感仿佛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眼前这个长相和身材都格外出众的女人 才是她们心中的恶魔 这里的姑娘绝大多数都是被骗来的 为了让这些人乖乖听话 李祥玉亲自给她们设定了培训课程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 那就是打碎她们做人的尊严 只有抛弃了尊严 才能任人为所欲为 满足客人的所有需求 在这个地方 身为女人的她们 甚至失去了月经自由 每个人都必须吃药 月经量会越来越少 直至最后没有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 用来接客 进入光点查射后 但凡不从者 抽耳光 打断腿 这都还算是好的 要是被关进小黑屋 那就不知道会遭遇什么了 独打 性虐 轮奸 断水 断粮 祸食 像小菜这样 活活被打死 经过这一系列的培训后 再骨头硬的人也不得不认命 进来的时候 还都是一个个会哭会闹的人 经过李祥玉的手 就变成连洗澡也掐表的接客机器 李祥玉对小姐们的威慑力 超乎想象 在这里 他才是说一不二的统治者 而这一次 竟然有人因为小菜的死而报警 这彻底惹怒了李祥玉 到底是谁报的警 李祥玉的声音 在空旷的大厅里发出微微的回响 没有一个人敢滋生 在这种恐怖而沉默的氛围中 李祥玉笑了起来 既然没人承认 那就互相举报吧 谁跟小菜关系最好啊 李祥玉笑咪咪地说出了 让在场所有人都胆寒的一句话 互相举报 这是李祥玉最常用的办法 为了控制女孩们 尤其不让她们联合起来 每一天 她都会让她们互相点出疑似有问题的人 被点名的人要么自删耳光 要么就被这里的看管者当众报答 工具一般就是李祥玉手中的抬球杆 迄今为止 已经打断了不知道多少根抬球杆 而这一根未断的抬球杆上面 又不知道沾了多少人的血 跟小菜同乡的娟子 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娟子害怕极了 她跟小菜是同乡 可是两人都没怎么说过话 她怎么可能为了小菜冒险报警 可是其他人 是不会管她到底跟小菜有没有交情的 他们为的是赶紧摘除自己的嫌疑 我看到娟子跟小菜说过话 一个姑娘缩在人群里开口 对 我也瞧见她以前跟小菜偷偷摸摸 在厕所说话 是 肯定是她 紧接着 关于娟子的指控越来越多 甚至不需要证词 每个人都一口咬死 娟子跟小菜有关系 无论娟子如何解释 我没手机 我也没用过电话 三姐 你可以查 真的不是我啊 娟子看着李祥玉朝自己走近 仿佛看到死神降临一般胆寒 既然都说是你 李祥玉面上带着和善的笑 下一秒 目光一朗 狠狠地挥着台球杆砸向了娟子 一声惨叫 让原本还在嗡嗡嗡的女孩们 一下寂静了下来 娟子被打中了脑袋 一下砸到了地上 白色的地砖上立马献出一滩血迹 可是李祥玉没有停手 他知道不太可能是娟子抱的警 可是他要杀鸡警猴 让那些心里有想法的人都看看 背叛他会是什么结果 台球杆一下一下砸到娟子的身上 娟子一开始还试着抱头保护自己 可是没多 卫尔就没了声响 整个人如死猪一样摊在地上 面对李祥玉毒打 毫无反应 小姐们都蹲在地上 麻木地看着这一幕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好了 下一个是谁 李祥玉打累了 终于停了下来 随即便有人把娟子脱了出去 在地上留下长长的一条血痕 没有人关心娟子是死是活 他们害怕的只有自己会不会 成为下一个娟子 在这个集中营 善良和同情 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是莉莉 不是我 明明是你 胡说 娇娇跟小菜住一块 他们关系才好 一个又一个的女孩被指认出来 李祥玉手中的台球杆毫不留情 一下又一下 到最后已经分不清 到底沾了多少人的血 大厅里 痛苦的声音声此起彼伏 恐惧持续蔓延着 没有轮到的人们吓得瑟瑟发抖 惊魂不定 却不敢和身边的人相拥依靠 他们不敢相信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这个地方 没有人性 彼此依赖的身边人 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出卖自己的人 看到所有人害怕而防备的目光 李祥玉知道 自己的目的 达到了 谁再敢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这就是下场 说这话的时候 李祥玉正用手帕擦着手 他的手指纤细白嫩 却不知道染了多少人的鲜血 这些人的死活 与他合肝 从他走上这条路开始 人性就早已离他远去 落入魔窟的少女们 1995年的3月 春节刚刚过去 返乡的农民工 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城市 各地的劳务市场也开始热闹起来 小江是来自重庆山区的姑娘 今年才刚满18岁 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弟妹 所以早早出来打工 贴补家用 小江从小就帮着家里做农活 脸上皮肤晒得有点黑 一双手也有些粗糙 但是她有一对格外水灵的眼睛 何况又是这么年轻的女孩子 身上自带一股朝气活力 小妹妹 哪里人啊 想找什么工作啊 小江正发呆 突然听到一声温柔的问话 她抬头 便看到了一位漂亮的姐姐 这位漂亮姐姐 就是李祥玉 我们美容店在招人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90年代开始 美发美容行业蓬勃发展 对于这些从农村来的女孩子而言 美容院是一个神秘又高级的地方 李祥玉长得漂亮 打扮得又好 很轻易地获得了小江的信任 小江被带到了一辆中巴车里 车里已经有了好几个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孩子 她们提着简单的行囊 脸上写着对未来的期许与兴奋 差不多招了十个姑娘 李祥玉与妹妹王婉宁也跟着上了车 上工前 大家都得先接受培训 这个培训费就不用大家出钱了 但是呢 得把身份证压在我这里 李祥玉笑着说话 她看着这些年轻稚嫩的面孔 天真又信任地交出自己的身份证 脸上的笑意逐渐加深 很快 中巴车开建了一家有些老旧的厂房 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 原本期待的目光 渐渐被忐忑所取代 这里 怎么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小江觉得不对劲 决定退出 她跟李祥玉要回自己的身份证 可是回答她的 却是狠狠地一巴掌 这一巴掌 打蒙了小江 也打蒙了在场所有女孩 到了这里 还想走 李祥玉冷笑一声 拍了拍手 瞬间 从厂房里跑出来了好几个混混 恶笑着包围了这群尚且懵懂的姑娘 带进去 先教教他们这里的规矩 李祥玉原形毕露 目光冰冷地看着这些女孩 这些人 可都是以后为她赚钱的工具啊 原来 从1994年开始 李祥玉与王婉宁姐妹俩 就开了一家美容院 可惜生意惨淡 李祥玉很快就发现了 那些生意洪祸的美容院 背后都藏着见不得人的买卖 很快 李祥玉也干起了卖银嫖娼的生意 然而做皮肉生意 自然得有人才行 一开始 李祥玉收留的都是自愿卖身的老游子 那些人借着她美容院的招牌 做皮肉生意 而她则从中抽成 这一本万利的生意 让李祥玉尝到了甜头 可是自愿卖身的女人毕竟是少数 而且喜欢三天两头换地方 没个定性 李祥玉决定招兵买马 培养自己的小姐 她把目光对准了 来重庆务工的农村女孩 这些女孩普遍文化程度低 在重庆又举目无亲 就算没了踪影 也不会有人大张旗鼓地找她们 她打着招美容美发学徒的幌子 在重庆市的各个劳务市场 物色目标 早在小江这批姑娘之前 李祥玉早已用同样的手法 骗了不少不安适适的少女 陶民谷是李祥玉的合伙人 生得白白净净 心肠却无比黑暗 把人骗来做小姐的主意 就是她出的 三姐 您放心吧 一定给你调教好了陶民谷 坏笑着抓住了第一个 提出要离开的小江 小江尖叫着挣扎 却无济于事 陶民谷一把撕开了她的衣领 露出白花花的胸脯 周围的混混们发出了轰笑声 小江尖叫着被陶民谷拖进了仓库 惨叫着呼救 却没有一个人来救她 她听到外面传来李祥玉的说话声 你们乖乖听话 就能少受点苦 女孩们鸦雀无声 温顺得如同绵羊 小江被折磨了整整一晚上 除了陶民谷之外 还有别的男人 他们一个接一个 在这个刚刚成年的少女身上 发泄着自己的欲望 小江虽然读书不多 却也知道杀鸡儆猴这个成语 她知道 自己成了那只鸡 真正意义上的鸡 看到了小江反抗的下场后 其余女孩选择了听话 可是听话的下场 并不能让她们免于痛苦与羞辱 等待她们的 是更加漫长与痛苦的折磨 李祥玉的团伙 拥有严谨而苛刻的管理制度 女孩们被迫学习卖淫技巧 若是培训不及格 就会遭到殴打与禁闭的惩罚 在这里 女孩们失去了自由 更失去了尊严 落入魔窟的女孩们 从此成为李祥玉敛财的工具 沦为卖身赚钱的机器 培训合格的女孩们 只不过是从一个深渊 落入了另一个深渊 她们每天都必须完成 李祥玉等人指定的接客任务 不得浪费一分钟时间 哪怕是在月经期与堕胎期 也没有例外 从1995年到2003年 小江在光点茶社度过了整整八年 李祥玉的威胁恐吓 让她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逃不掉 就只能接受 每天接客的日子 让小江早已变得麻木 她选择了服从 追随 小江从最开始那个抗议的姑娘 变成了李祥玉信任的领班 被人尊称一声江姐 小红是新来的小姐 年轻漂亮 还有一个相爱的男朋友 她也是被骗来的 就如当初的小江 而现在 小江成了她的老师 2003年7月9日 小江至死都记得这个日子 这是小红第一天接客的时间 前一天晚上 身为老师的小江 特地叮嘱了小红很多事 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听话 小红唯唯诺诺地点头 可是到了第二天 小红却一改温顺的形象 竟然试图翻窗逃跑 要知道 接客的房间可是位于八楼 小红的行动没有成功 因为光点查射里里外外 都布满了李祥玉的人 小红被发现了 惊慌之下 她脚下一滑 从八楼摔了下去 小红的尖叫声 让小江忍不住 想起了当初那个 在忠目睽睽之下 被轮肩的自己 一样的绝望 一样的痛哭 小红没有摔死 却成了高位劫贪 小江借着送饭的机会 去看她 狭窄而幽暗的房间里 小红瘦骨临寻地 躺在床上 江姐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小红痛哭流涕 仇恨地抓着小江的手 小江却什么都感觉不到 这么多年 在光点查射遭受的痛苦 早已让小江忘记了 疼痛的感觉 你走不了的 小江难难自语 眼神麻木而灰暗 谁也别想从这里逃出去 就连2002年 发生在光点的枪击案 震惊整个重庆 那样的情况下 光点都能全身而退 还有什么 可以重创甚至摧毁 这个可怕的色情帝国呢 小江早已绝望 落入魔窟的女孩们 除了死亡和认命 根本没有其他出路 不可说的枪击案 2002年5月7日晚上9点多 正是光点查射最热闹的时候 灯火通明的大厅里 等待了上百个客人 其中不乏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 都是听说了光点的名号后 慕名而来 李祥玉出现在了门口 他看了一眼排队等候的客人们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现在他手下已经有超过两千多小姐 这些人每天都卯足了进阶课 不停地给他创造着财富 三姐 三姐您来了 听着一声声恭敬地问候 李祥玉微微笑着 如同巡视自己王国的国王一般满意 曾经一夜暴富的梦想 早已实现 然而贪婪是没有底线的 李祥玉喜欢在最热闹的时候出现 看着人来人往的茶楼 他仿佛闻到了金钱的味道 那么诱人 那么美妙 李祥玉坐在大厅里 听着领班小声地汇报着 这几天的夜迹 就在这时 大厅里突然响起的那几声枪声 坐着的李祥玉一下子惊跳起来 随着几声枪响后 茶楼里充斥着众人惊慌的尖叫声 李祥玉顺着方向看去 就看到不远处几个男女 倒在了血泊中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而持枪的嫌犯早已趁机躲门而出 杀人了 报警 快报警 现场的客人与小姐乱作一团 李祥玉额头青筋跳动 拿起了一边休闲区的麦克风 大吼了一声 全都安静 李祥玉冷眼看着现场 在她的威慑下 除了倒在地上的伤者 控制不住地发出痛吟声外 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 李祥玉冷静地吩咐着手下 有序疏散人群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们心里都应该有数 后面那句话 是对现场的客人们说的 李祥玉对自己的人有信心 他们是绝不敢出卖自己的 而那些客人 就说不准了 枪击案不比以前那些 小打小闹的事 李祥玉心里有数 若是处理不好 只怕光点茶社就完完了 围巾之计 只能尽可能地减少此事的影响了 在李祥玉的指挥下 光点茶社以最快的速度 疏散了客人和小姐 只留下部分工作人员 而几位伤者 包括来自北京的客人 以及受伤的小姐 被送去了医院 在救护车赶到之前 李祥玉亲自和几位 尚有一时的伤者聊了会天 混迹江湖多年的李祥玉 向来不是心词手软的人 胆敢对他造成威胁 就得承担惹怒他的下场 在李祥玉的威胁恐吓下 几位伤者都对当晚发生的事 闭口不谈 无论医生和媒体怎么追问 都没有问出当天的光点茶社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伤者们的识趣 李祥玉感到很满意 他原以为这次枪击案 就这样结束了 谁知道嫌犯逃离时 持枪威胁多位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们纷纷报警 发生在光点茶社的枪击案 最终还是引起了关注 面对专案组的调查 李祥玉再一次展现了 自己狡诈的本性 他重金收买了线人 在专案组到来之前 及时接到消息 转移了光点茶社的小姐们 只要没有证据 谁也拿他没办法 李祥玉牢记这一点 如同一条滑手的鱼 多年来始终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因为受害者们的一致监口 发生在光点茶社的枪击案 最终不了了之 光点茶社很快就重新开始营业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好了 昨儿的事只是意外 都给我忘掉 该干嘛干嘛 开始营业前 李祥玉亲自发表了讲话 而经历过枪击案的小姐们 也对李祥玉的能量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就连这样震惊全社会的枪击案 都丝毫无法动摇李祥玉的统治 还有什么可以瓦解他 这个非法的色情帝国呢 每一个被迫的小姐心里 都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他们是真的逃不掉的 也许他们将一辈子 深陷这个肮脏的泥潭 直到腐烂 光着身子的演习 2004年的夏天 炎热而焦躁 此时的光点茶社 已经更名为光点会所 生意一天比一天红货 早已成为重庆名副其实的销金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 光点对小姐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李祥玉不再满足于从劳务市场骗来的农村姑娘 她开始派人前往各地搜罗漂亮姑娘 最新一批姑娘 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 大多数是外地刚刚毕业的中专学生 不过18 9岁的年纪 天真烂漫 涉事不深 为她以招聘美容师 或者茶楼服务生的名义骗到重庆 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后 这些新来的小姐终于达到了上岗的要求 上岗前的最后一关 由李祥玉亲自把控 李祥玉看着站在面前的一排姑娘 轻飘飘地发话 把衣服都脱了 听到李祥玉的话 姑娘们茫然又呆愣 然而培训期间灌输的思想 让他们时刻牢记 反抗三姐 等于找死 所以每一个人都乖乖听话地脱得赤条条的 一丝不挂 李祥玉满意地看着面前 这一排白花花的肉 她挑姑娘的时候 不仅看脸 更看身材 一个个都是前凸后翘的 男人最爱的款 十秒钟 把衣服穿回去 李祥玉看着手里的苗表 发布了一个让这些新小姐目瞪口呆的要求 三姐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其中有个叫小雅的姑娘 发出了疑惑 其他姑娘虽然没说话 可眼神中都同样流露出困惑 你们会做到的 李祥玉微微笑着 说出的话 却让所有姑娘打了个寒颤 培训的时候 你们不也说做不到吗 现在 不都行了吗 一瞬间 所有姑娘仿佛都回到了那个可怕的集中营 事实证明 李祥玉从不是什么心软的人 说十秒 就必须十秒 姑娘们一次次的脱光 一次次的穿衣服 达不到要求的 自然有惩罚等着他们 耳光 吊打 电棍 总之 种种令人胆寒的手段 都会毫不留情地使用在这些女孩子身上 最终 女孩们摸索出了规则 从脱衣服开始 就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摆放 这样子 穿起来才不会手忙脚乱 尽可能地节约时间 十秒穿衣的训练后 就是25秒撤离的演习 总之 一旦发生意外情况 每一个姑娘 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撤离 做不到的人 挨打 挨恶 关禁闭 人在极限之下的潜力 是那么可怕 最后 几乎所有人都能完成这个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 这是李祥玉最引以为傲的一点 十年的时间里 光点从未出过事 一方面是因为李祥玉 与上面的特殊关系 另一方面 也正是因为李祥玉 对小姐们如此严苛的演习训练 每天上午 雷打不动 但凡没有上中的姑娘 都必须参加撤退演习 只要房间里的灯一亮 外面有人喊一声找东西洒 姑娘们就必须在35秒内撤离 可是 万事都有特殊 周倩就是这个意外 周倩是重庆本地人 2005年的2月 她来到重庆劳务市场找工作 却被李祥玉的人连哄带骗地骗到了光点 周倩从小就不是聪明的姑娘 总是被爸妈妈笨手笨脚 面对着李祥玉的极限训练 周倩一次一次地失败 每次失败后 周倩都会被关进了黑屋 双手被手铐铐铐住 高高地掉了起来 全身上下只有大脚趾 可以支撑着地面 整整一天后 被放下来的时候 周倩几乎以为自己一定死定了 全身的肌肉都酸疼得不像是自己的 这种惩罚 生不如死 有过一次 绝不会想要第二次 然而周倩却经历了整整四年 求求你们 杀了我吧 周倩无数次不想活了 可是她根本找不到机会对自己下手 自从小红跳楼后 光点茶色的所有窗户都安上了防盗窗 而小姐们平时根本接触不到锐气 如周倩这些不老实的小姐 就连睡觉 也被捆住手脚 与周倩这些小姐悲惨命运 形成强烈对比的事 李祥玉却一天比一天风光 随着靠山地位的水涨船高 李祥玉已越发得意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小姐做不到 光点打出这样的招牌 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客人 而在繁华的背后 却是三千多个悲惨的女人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给李祥一团伙创造了无数财富 在黑暗的深渊里 那三千多双眼睛只能在夜晚时分 透过那一小山窗户 麻木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他们 还有离开这里的希望吗 他们 还有重获自由的一天吗 2009年8月7日 期盼已久的光明 终于照进这座阴暗腐朽的小姐集中影 善恶到头终有报 光点已经存在15年 在这15年里 李祥玉三姐的名号 在重庆地界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然而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恶人能够永远屹立不倒 2009年8月7日深夜11点 重庆市渝中区200余名警察 突袭了位于大溪沟的光点会所 将李祥玉 陶明谷 钟光玉等三人为首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和渝下的50余名团伙成员 全部抓获 存在了15年之久的小姐集中影 终于随着李祥玉等人的落网 而分崩离析 包括小江 周倩 小红等在内的3000多名小姐得到解救 被囚禁了六年之久的小红高位劫滩 寿骨灵丁 压根没有一点人样 当他被公安带出漆黑的小屋 看到第一缕阳光时 失声痛哭 而彼此的周倩早已精神失常 一看到人 就会惊慌地认错 迅速地脱下自己的衣服 这是他在光点形成的条件反射 是长期惩罚与惊吓造成的后遗症 随着审查的进行 周倩 小红 小蔡 娟子等等 越来越多小姐的悲惨遭遇被揭露出来 瞬间点燃了亲属 以及群众们的怒火 要求严惩李祥玉 以及团伙的呼声此起彼伏 2010年8月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一审公开宣判 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迫卖淫罪 组织卖淫罪 非法拘禁罪 行贿罪 五项罪名 对李祥玉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余24名组织成员中 一人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两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21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涉案的4名公安民警 分别因受贿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 被判处3年06个月 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11年12月 李祥玉被执行死刑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因为组织卖淫罪 被判死刑的女人 李祥玉的作恶人生 终结于此 这也算是应了那句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